哎呀,我专拜阿弥陀佛,那怎么对得起释迦牟尼佛呢? 这个专拜阿弥陀佛是释迦牟尼佛教给我们的 我们是释迦牟尼佛的好学生,乖弟子 佛怎么教我们,我们就怎么做 佛一定欢喜啊 佛教你拜阿弥陀佛,你偏偏不拜,要去拜他 释迦牟尼佛摇头,不听话了 一定要懂得佛的意思 佛要把我们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求学 释迦牟尼佛是我们的本事,好比父亲一样 你对你父亲很尊重 舍不得离开他,父亲要送你上学 学也不上了,你说你父亲多难过 这个送学留学的 所以我们听释迦牟尼佛的教诲专念阿弥陀佛 专礼阿弥陀佛 为什么? 前面也在跟我们讲的清净心 一心是清净心,二心心就不清净 一才清净的 所以古无大德跟我们说 念佛法门最忌讳的就是夹杂 二就夹杂 所以叫你专礼 这是第一个意思 这个礼拜不能间断 五种法门都不能间断 那这个问题严重 我们哪有时间去拜佛呢 从早拜到晚 晚上睡觉 那还是间断了 哪有那么多时间 所以要晓得 礼拜的意义在哪里 这个佛法不重在行事 要重圣质 圣质是什么? 是恭敬 我们有真诚恭敬心 这就是礼拜 你一天拜三拜佛 你的礼拜二六十中都没有间断 你的真诚恭敬 是这个意思 不是在行事上 行事上早晨拜三 晚上拜三拜 也可以了 但是那个恭敬心 一时一刻都不能离开 就是对阿弥陀佛 对西方世界 这种恭敬 不能够退时 那么对哪些地方恭敬 所以你的经一定要输 无量寿经要念输 我们对阿弥陀佛 最初的发心 对阿弥陀佛 对阿弥陀佛 出家求求 对阿弥陀佛 建立西方极乐世界 种种种输胜的成就 对阿弥陀佛 借淫 释放一切众生 往生极乐世界 这一些 无量的真实功德 我们对阿弥陀佛 我们对他生起 真诚的恭敬心 这就是礼陀 口语赞叹 赞叹就是念佛 我们趁念 南无阿弥陀佛 这是赞叹 南无就是皈依的意思 南无是凡语 意思就是归依 归命 是这个意思 我们归依阿弥陀佛 所以我在 说三归的时候 传授三归的时候 我跟大家说的 我们归佛 就是归依阿弥陀佛 我们归依佛 就是归依 大臣 无量寿静 这个经题 就是我们现在所采取的 夏劳居士的 灰基本 我们采取这个本子 这个本子 在九种无量寿经的经本当中 最好的本子 最圆满的本子 这是我们一定要认识的 有人说 它是汇集的 不是缘一本 那好 你念缘一本也好 念缘一本要念五种本子 那个意思才圆满 念一种 四种欠缺 那是不圆满的 念四种 还有一种漏掉的 还是不圆满 必须要念五种本子 五种本子 念起来就太麻烦了 所以这个汇集本 是五种本子的极大成 这五种本子里面 这个经历 完全都融入在一个本子里 所以你读这一个本子 等于五种本子 通通都读了 圆满的摄手 今年的书 我们恭敬心能生得起来 赞叹呢 范围就广了 不但我们念南无阿弥陀佛 我们也随时随地 把这个尽忠的好处 利益介绍给别人 像金刚经上所说的 我们不能把群经讲给人听 讲个一句两句的都好 金刚经说 为人说四句计 无量受计 随便拿四句 你能够讲得清楚 讲得明白 劝人 修净土 这都是顺利 口皆赞叹 一夜作愿 这个心里头要发愿 要发真诚 恳切的愿望 愿生净土 愿离作破 愿生净土 不但愿自己生净土 愿一切众生都生净土 智业观察 这是你智慧 对于西方极乐世界 一阵庄业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向本论前面所说的 一报十七种 正报如来八种 菩萨四种 这是把经里面的一阵庄业 归纳成这几条 便利我们去观察 这个观察呢 就是 观无量寿经上讲的观想 为什么用观察 不用观想 这个里头很有道理 这个观想啊 怕你落在意识里头 因为想都有感情啊 怕这个东西